天气越来越冷 很多人都需要用到暖暖包来预寒 有些人打开包装之后会摇一摇加热 也有些人是用搓的 那么到底哪一种方法加热的速度比较快呢 另外就是暖暖包用到一半 如果暂时不使用的话 又该如何来延长它的寿命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天气越来越冷 不少人会拿出暖暖包来预寒 但哪种方式加热最快 是搓一搓呢 还是摇一摇呢 搓一搓 要不然就是放在口袋 当我们用搓一搓 用比较激烈的方式去揉动它的话 它其实跟空气当中的氧气 跟湿气有比较大面积的接触面积去做反应 会比较快 因为暖暖包里面含有铁粉 食盐 活性碳等成分 发热原理就是让铁粉跟空气中的氧气和水 产生氧化还原反应 进而释放热能 因此增加暖暖包的内部原料 跟空气的接触面积就能较快发热 而如果暖暖包用到一半 又该如何延长它的使用时间 拉长它的寿命方法 就是在暖暖包发热时间未结束前 如果暂时不用 可先放到耐热塑胶带密封 隔绝空气 要用时再取出摇一摇就能再度发热 那个短时间之内它就比较不会放热 确实是这样子 疯狂出它一直使用它 一直使用它 那就是缩短寿命 它的热就放完之后就比较没热了 暖暖包是预寒好伙伴 几个小妙招可让使用效率更高 这成品盖儿地 特别老